聽我說端午節記得插崖 蛤?為什麼要插崖啊? 徹斜祭福啊,退退退退 清明插樓端午插崖 端午節插崖這個習俗已經流傳了很久 但是插崖又有什麼用呢? 究竟是誰興開頭先的呢? 到底又怎麼插? 插了下去之後,什麼時候才拿走呢? 帶著這些問題繼續看下去了 端午節插崖的意義有兩個 第一個是為了驅邪防疫,趕走蚊蟲 在民間,古人認為農曆五月初五是惡日是毒日 正所謂端午節天氣熱,五毒醒不安寧 端午節剛剛好又是種效 古人認為這個時候就是五毒入侵,張氣大作 有些不好的東西入侵 不過這個毒又不是指有毒 而是指端午節期間氣溫性高,雨水增多 天氣就會很潮濕 這個時候那些病毒、毒蟲就比較多 人就很容易會生病 老百姓為了防止那些毒蟲入門口 就想了一個計劃 就是將一些藝插在窗邊或者門口旁邊 認為這樣不單止可以驅蟲 還可以辟邪保全家平安 第二個意義就是和驅禍招百福保平安有關 這個說起身又有段故 話說在唐朝末年 有一個叫做王朝的人想起兵謀反 來到城下就見到一個婦人 抱著一個弟弟哥又拖著一個小女 王朝見到之後就以為她大勢超 仲男輕女就想殺了她 誰知一問才知道原來抱著那個弟弟哥 是這個婦人大哥的圍姑 而拖著那個小女才是她自己的女 原來這個婦人就算穿草套 寧願自己的弟弟哥受苦 都不寧願別人的圍姑受罪 這個情形就打動了王朝 王朝跟手就斬了路邊一把崖下來 叫婦人回到家插在門口 並且命令自己的將士 不要傷害門口有插崖的人家 於是乎這個婦人回到家之後 就將這件事告訴城村人 還叫村民家門口一定要插崖 到了第二日王朝大兵崩入城的時候 見到家家戶門口都有插崖 於是乎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就這樣大兵離開了 自此以後家門口插崖 可以保平安這個習俗 慢慢就流傳了下來 不過這個崖就不可以隨便插在門口 對於五折插崖是有講究的 老一輩教落 對於五折插崖三不掛四講究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先去幫我打擲 不要取了 再去吧 天天露露就好 買艾草掛艾草的時候 就要注意了 如果那些只有半折的 生得矮矮細細 又或者是乾枕枕已經枯毀了的艾草 就不要要了 尤其不要掛在門口 因為如果你隨便把那些殘刺艾草掛在門口 不單止沒有辟邪祈福的效果 老一輩認為還是很不老禮 再加上新鮮的艾草 都是自帶一些獨特的方向 確實有驅蟲的效果 如果那些乾爭爭的艾草 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要掛的話 就要掛一些青青綠綠的 茂盛一些的 大坨一些 齊整一些 這樣才夠圓滿的 那第二個筆掛呢 OK 有些大老婆 有肥子仔的 就沒有策略 這個是因為艾草有一種獨特的方向 味道都挺大的 對於這些小孩子 大老婆來說 可能就會有影響 大老婆對味道是比較敏感的 而嬰兒的身子又比較嬌亂 那他們聞得多 可能就會刺激到他們 再加上艾草掛乾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粉塵碎屑飄下飄下飄下 吹入屋的時候 對於一些過敏體質的人 可能聞得多就會敏感 那第三個筆掛呢 插在門口 可以了 入屋子很小的 掛艾草一般是掛在家的大門口 沒有必要掛在室內 因為門口是招財立幅的通道 也是蛇蟲鼠矮的通道 掛在門口才可以驅走那些不好禮的東西 才可以驅走那些蚊蟲 如果家門口有個窗 也可以掛在家門口的窗 但就沒有必要掛在室內 那四個講究又是什麼呢 插棵草都那麼有講究 到底怎樣插才對 你知啦 最好端好節十一時鐘之前 過日子好插 是晚上十一時還是中五十一時 中好十一時之前 關於插艾到底是早上插好 中五插好 還是晚上插呢 老一輩較落 插艾遲早不遲晚 即是說最好就在端午節 當日一大早就插好了 最遲不要遲到超過了中五十一時 因為如果插遲了的話 那些複器就會被人插走 其實主要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新鮮採摘回來的艾 味道是很濃郁的 早點插艾的話 早點可以驅蟲 第二個講究呢 你們控制紮住就好插 插兩邊 其他一邊都可以 插艾一般用紅繩 或者是紅絲帶都可以 因為紅色代表的是吹吉鼻和 再加上掛在門口 沒理由用黑白色的不老禮 掛的位置一般都是掛在家門口的兩邊 又或者是門尾的位置都可以 那些味道就會被風順著的門口吹入屋 那插多少才是對的呢 就是越多越好 拿單拿雙 很多人以為插艾是越多越好 掛對上去 其實端午節插艾是有講究的 一般都是掛單數 因為古人認為 單為陽 雙為陰 端午節是屬陽 所以民間插艾就有掛單不掛雙的講法 那怎樣掛才是對的呢 叫早掛的 調轉就很慘 那最後一點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把艾草倒轉掛反轉來插 就是好像這樣 根部向上葉向下 這個掛法不單止可以令到艾草的味道 持久一點 揮發得慢一點 還可以避免一個頭重腳輕的情況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插反了呢 那至於午節掛艾 什麼時候才可以拿下來呢 這個真的是各處鄉村各處例 有些是掛足一個月的 過了獨月之後 六月份就可以拿下來 而有些是掛到它沒有味為止 才拿下來的 還有一些是掛到端午節過後 落場大雨之後就拿下來 那不知道你家鄉 還有沒有保留著端午節掛艾的習俗呢 掛艾又有什麼講究呢 留言分享一下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